在大学传译学士学为学成是邀请绘本作家 蜡笔哥哥姚伯勋到校来演讲 和大学生分享如何说个动人的故事 将最创新最有教育意义的说故事方式分享给同学 让他们也能成为剧本的高手 今天想跟大学生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故事的结构 那我觉得故事的灵感可能大家都会有 但是很容易常常一不小心就会想偏了 想不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故事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说 怎么用一个好的故事结构去思考一些大家都喜欢的故事 社医学院院长黄子坤表示 大学创校30年来一直致力于彰化各级学校的合作 共同推动艺术与美学教育的活动 特别邀请蜡笔哥哥到方院国小和大学大学跟大小朋友来说故事 透过不同的方式 让教育的宗旨在他们心中生根茁壮 我们发现很多小学他们的教学资源不是那么的丰富 所以我们就经常跟他们互动 那我们现在发现说小朋友其实他们很喜欢听故事 而且在故事里头我们可以把我们要教他们的东西就埋在故事里头 小朋友会记得很清楚 那我们发现有一个人他专门帮小朋友说故事 他叫蜡笔哥哥 这个蜡笔哥哥到彰化的乡下去帮小朋友说故事 因为故事呢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 生活里面 因为如果是写故事条件大概不外乎人事实第五 不知道对于一个人的原则 那这些的这种组合如果让他更生动 那将来同学在拍片啊拍维电拍剧也好 其实就必须要进去一个故事 然后才开始后面的有关技术性 从文字叙述然后到你要操作那个机器的把它展现出来 那是最可以很容易打到我们所要的这种效果 故事就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传异学成学生未来不管是要拍片或是制作动画 很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有故事的脚本 相信蜡笔哥哥的创作经验分享 一定可以给同学许多的启发 大艺人新闻流行校采访报道